焦王抗命 打伤一众仙师府弟子 罪不可赦 以尊仙姬之令 受十二道仙师金服 遂仙谷 断仙根 就地处死了 不可能 怎么会这样 不可能 卑鄙 安孙世子 都给我上 别让他们有喘息的机会 仙姬神机妙算 早就猜到你逃脱之后 必会回来东海 本仙师已经在此等候多时了 还不快快束手就擒 你们想封进东海 还想在此掳走世子 简直是笑话 你们不看看 这是谁的地盘 王上不会饶了你们的 哦 有理 但是 焦王到底会不会饶了我们呢 要不 你们亲自问问 我差点忘了 焦王抗命 打伤一众仙师府弟子 罪不可赦 已遵仙姬之令 受十二道仙师金服 碎仙谷 断仙根 就地处死了 不可能 怎么会这样 不可能 不可能 是 非必 安算世子 都给我上 别让他们有喘息的机会 掉宽谤 啊 啊 十四 师祟 是我王上的权杖 竟然是你 先师父的叛徒 来得正好 将你一并拿下 更是大功一件 再动我灵力灵丹破碎 谁也救不了你 师父 师父 跑了 跑了 废物 是 长一瓦儿 长一瓦儿 你回来了 父皇 你之前教导我 不要上岸 不要清醒 是我一一孤行 沉溺幻想 抛弃了责任 闯下大祸 顺境修理 逆境修心 这是要成为一个王者的 必经之徒 父皇 您是要离开我了吗 我如海水一般 会永远陪在你身边 哪里有水 哪里就有父皇 教祖的未来 就交托于你了 父皇 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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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终于想了 我还以为再见不到你了 醒了就好 王上的最后一丝灵力 都留在权杖里了 护入了您的心脉 要不然您的灵丹尽碎 怕是撑不过去了 世子 东海 咱们是回不去了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空命在哪儿 空命在哪儿 梅死成 多谢先生 在此相救之安 他们就是设下陷阱 想让你往里跳 真正的胶珠 应该早就被顺德拿走了 所以别想着再取回来了 能保住你这条小民就不错了 行了 那我就走了 从今以后 自求多福吧 我要复仇 我要和先生一起 共同对抗新师父 就凭你现在 你曾经是娇人世子 这背后有东海给你撑腰 可现如今你孤身一人 灵丹也破碎了 与我何用啊 如果我对你没有任何作用 那你为什么要跟踪我 你救我 是因为还相信我 那个金莲 是不是还在指向着我 也许这金莲指向有误 我知道为什么 你在世间行走百年 始终无法对抗新师 是因为你身份尴尬 势单力薄 玉灵师追捕你 其他的现有也不相信我 想要对抗新师 你需要助力 我就是你最好的助力 你 对 我会让大家明白 仙师和顺德一日不出 东海娇人的命运 终有一天会落到 他们自己身上 若是世子你不要命了 你的灵丹现在紧靠 王上的灵力为耻 应该好好修养 若再随这家伙四处奔波 万一哪日碎了 那就无理我为天 罗嗦 真是人物其名 我 清静多了 罗嗦 我的灵丹破碎 已成事实 但我想用这条残命 让更多人知道 会有联手对抗 先师与顺德 才能让仙姐重返祥和安宁 我本以为你会就此消沉 从此再无转机的 顺境修理 逆境修心 会重开东海 悲剧不再发生 我没有退路 必须前行 相信父王也希望我这样做 先生 你可愿意带上我 你可愿意带上 我们二人吗 那 那名叫做 纪云河的御灵师呢 一泳 可愿意带上我 カイ咱 泪 天罗 你也能这么看得开 那你又为何 要一直对抗先师呢 我自由我的目的 这你不需要知晓 你只需要知道 目的一日不达成 我就一日不会罢休 我也一样 背叛之痛 我永远都不会忘 他会一直提醒着我 从今之后再无动摇 我发誓 终有一日 我会重开东海 让苏人重返世界